我看见就少少美金偷步炒上 比如去到大概四个星期高位等 你猜会不会有些突破呢? 似的 因为我想由六月中开始 其实美金开始在低位反弹 当然为什么要提到六月中 因为联储局议息会 当时鲍威尔就 叫做是否强烈暗示? 开始讨论有谁会收水 委员有共识 当时未有共识 不过是积极讨论 直至到八月底 Jackson Hole会议就给大家清楚一点的讯号 起码拿到一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今年年内有共识 是合适的时间开始收水 当然今年年内 当时八月底开始估计 都是离不开这个星期 或者是十一月的议息会 应该就会公布消息 或者一些细节 因为始终大家知道 他会说 但是 究竟是用什么形式 什么时候生效 力度有多强 大家都未知 是 我想现在就越来越清楚 因为由八月底的Jackson Hole会议 看到一些数据上面 其实是比较反复一些的 例如尤其是就业数据 无论是non-farm payrolls 或者是首次申定失业救济金人数 都是一般的 当然你可以说下半年的疫情反弹 也看到美国是受到台风的影响 那些救济金有点缩减了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当然很多因素都能解释得到 但是另一边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通胀没有失控 好像真的跟鲍威尔想的一样 就是说是短暂的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 其实也未知 是不是短暂就不知道 是的 也未知 但是起码 这一刻给联储局 就有点空间 可以将 例如收水的力度 是稍微小一点 或者将公布的时间 如果可以拖就拖 这个对美国经济 或者对联储局 或者说对美国政府来说 我想都是一个好事来的 我想这段时间 就变成大家估计 这个星期 应该就不会这么快收水 但是始终你要 就是联储局会给一些管理预期大家 是的 是的 怎样都应该 如果是11月要做事的话 要配合之前的口吻 是的 那可能真的要强烈暗示下一次议息会 就是11月份 应该就会出手了 那你觉得美金反映了多少呢 就是因为譬如你由5月的低位反复向上 那时候就大概89那些位 慢慢升上去 到了8月的高位 都上过去93流上 但是最近有些反复 又下回来 但是现在你又说似的 因为我见你之前 有写过一些文章 就说 美金似乎到了一些 缺升负 是不是 那些阶段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似要向上 破8月的那些位 机会都挺大 其实是大的 因为现在其实距离 今年的高位93.7 其实都不差很远了 我想要试都要试上去 都要穿一穿的 其实这个是很大机会的 因为我想你见到 本身上半年 大家都很多人是看淡的美金 包括我自己 是啊 你立即转态转得快 那我又不是转态 我长线都是看淡的美金 那些因素其实都没有改变到 不过媒体上面 或者市场上面 似乎是想炒美金 是有个反弹先 那我想有两个因素 一方面今年 始终联储局 是要酝酿着退市 或者开始收税 另一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外币不是很争气 是啊 我想暂时未见到外币 有哪一种是很飙青 或者是突然之间 是因素改变得很大 所以大家都是不是很有信心 唯有只可以外币慢慢存在低位 因为始终我想上年2020年 大家还匿匿在目 其实上年美汇指数是跌得急的 尤其是疫情之后 因为整个市场上很担心 就是美国的双赤字的恶化问题 其实现在还是 是的 那些因素根本是没有改善 甚至是恶化着的 但是为什么 大家好像不记得了呢 我想最主要就是对疫情 一直困扰着市场 也都在冲击着 每一个国家的经济 所以大家对收水上 似乎就只有一个讲字 到现在真的开始 就是去到年底了 看到那些央行 似乎开始就有些共识 就是大家的方向其实没有变 只不过时间就退了后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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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